大家好 欢迎收听老范讲故事的YouTube频道 今天咱们来讲一讲曼咖啡的店员崩溃爆发 到底是谁错了 事情是在上海 6月17号同一天发生了两起 曼娜咖啡的两个店员与顾客发生冲突 第一个是一位男性店员直接去殴打女顾客 上去真的是一拳一拳打 第二个是一位女店员用咖啡反泼了女消费者一身 在同一天里发生两起 曼娜咖啡呢也迅速做出了反应 直接女的开除了 男的我没看到 估计应该也开除了 但是开除之后 直接被骂上了热搜 一堆人在那力挺店员 为什么大家会去力挺他呢 很多人说我们要去看完整的视频 男性店员的女性店员的两个视频我都看了 看完了以后呢 只能说两个人都有些问题 顾客方有一些问题 店员也是有一些问题 但是真正有问题的人并不是他们啊 真正有问题的人是Manner咖啡自己 那Manner咖啡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企业 2015年创立于上海静安区啊 上海算是比较贵的一个区 我对静安区最早的印象就是 那里的停车费特别贵 经常是你喝一个咖啡出来以后 发现咖啡的钱还没有那停车费贵 他呢做精品咖啡 跟星巴克玩第三空间不一样 第三空间什么 就是不是家也不是办公室的 第三空间大家坐在那聊天了 大家坐在那充当气氛组的 另外一种呢 比如像瑞信 瑞信是一边在告诉大家说 我这里是由大师级的咖啡师调制出来的咖啡 另外一方面呢 又用这种高速的自动咖啡机 一杯一杯在那疯狂出 还有呢 像各种的便利店咖啡啊 那个就更低档次一些 现在啊 Manner咖啡说 我们上海人啊 要去搞一些稍微精致一些的东西 创始人呢 韩玉龙夫妇啊 是两口子 主打的是什么呢 小门脸啊 他没有那种特别大的门店 单价一般是在15到20块钱啊 要比香马克便宜 但是呢 也要比瑞信要稍微贵一些 他这种所谓的精品咖啡 大量是手冲的 你如果想喝精品咖啡 你就要去做手冲 你要把咖啡粉倒在绿植里头 拿上摩卡壶 就那个很细嘴 那个小壶一点一点去冲 那个速度是很慢的 像Manner咖啡呢 其实是有点追求这些小资的 他的口号呢 叫让咖啡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其实在上海 是有非常多类似这样的东西 上海人比较喜欢喝咖啡 也比较喜欢各种各样 独特口味的咖啡 我在上海的时候 经常有上海同事会告诉 哪个地方新开了一家小咖啡店 味道很好 你要去尝一下 这个在上海很常见 在北京其实 像我们这些人喝咖啡 算是一种打工人的补充剂似的 不喝这一杯日子没法过了 都完完全全当药在喝 但上海人就是他觉得他要享受这个生活 到2018年就开始资本化 先是今日资本给了八千万人民币 开始起步了 因为当时的国内各咖啡品牌都在起步 到2020年底一飞冲天了 H Capital 好几个大的基金就开始往里冲了 而且冲进来呢 直接就投到了独角兽啊 投后估值十亿美金了 这是一个非常吓人的跃动方式啊 你想他八千万人民币到手的话 他的估值可能也就是几亿人民币的一样子 过了两年就直接值十亿美金了 而且那个时候他其实没有多少门店 为什么到2020年底会突然发生这样的事情呢 因为2020年还发生了另外一件事 就2020年6月 瑞幸退市 瑞幸因为造假从美国被赶回来了 当时资本都疯了 疯了干嘛 要找一个替代品 大家都觉得瑞幸这个模式是对的 我们通过大面积铺垫 通过进行统一标识 统一的文化的输出 然后进行这种廉价咖啡的价尘式的收割 他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正确的方式 瑞幸没玩好 但是并不是说这个方式错了 所以一定要去找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Manner咖啡就得到了这些基金的疯狂追捧 大家想这些基金投资人都是什么人 就是这帮喜欢隔掉生活 喜欢坐在这喝一杯的人 所以他们会选送Manner 当时另外一个被选中的是谁呢 是加拿大的国民品牌Teams 被选完了以后到国内来去开店 当时选中Teams的是谁呢 是腾讯 腾讯选中他 现在Teams已经上市了 他单独拆了中国分公司去上市 已经走出来了 但Manner呢 这几年其实稍微有点费劲 2021年6月份他又拿了一轮融资 叫Manner 是谁给的呢 字节跳动给的 当时投完了以后的估值是13亿美金 而且Manner咖啡里边还有哪些股东呢 美团龙珠 还有一个是谁 新加坡的淡马锡 字节把钱扔进来以后 2021年Manner就开始疯狂的拓电了 2022年到3月份 他已经有200多家电了 其实大家想他一开始那种小门脸 我给你做高质量的手风咖啡 有格调有品味 他这种东西他扩起来一定是很慢的 因为做咖啡这个事情 你要想出单多你就一定要做得快 你想做手冲就一定要做得慢 所以这个东西他很矛盾 现在呢已经1000多家电 但是这个很显然已经落后了 因为大家知道瑞幸已经1万家电了 金巴克大概有七八千家 像他这种只有一千家电的呢 真的没法找 而且现在大量的奶茶品牌都在做咖啡 他现在压力很大 那Manner咖啡呢 他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什么 就是他错位和反差 什么叫错位和反差呢 这两天抖音上有一位新的博主 长得很漂亮 黑黑的皮肤 就一看就是外国人吧 实际上是个巴西产的小姑娘 长得就跟这种大模特似的 但是一张嘴一口的河南话 说喊大家来家里吃摩拉 是一个巴西产的小姑娘 从小呢被去巴西产打工的河南夫妇收养 然后带回国内上了户口 所以他是从小在河南农村长大的 但是人家呢长得是 还记得后的一个样子 他就属于反差没 这种就很容易得到流量 那么Manner咖啡 他的反差在哪 一方面他是很小资的手冲咖啡 比这个全自动的蒸汽咖啡机要慢 非常非常多 但是有情调啊 你说真的有多少人能喝出来 Manner咖啡跟别的有什么不一样吗 我觉得肯定是有 但是呢大部分人应该跟我一样 他是靠一种仪式感 靠一种痛苦来去有一个心理上的慰藉 你等了很长时间 然后看着人在你面前 拿一个摩卡壶啊 细细的嘴在那哗啦哗啦焦了半天 然后喝到嘴里头啊 觉得啊这个好像真的不太一样 我是绝对相信这件事 咱们就这么说 咱们去吃烤鸭 大师傅在里面前骗的 跟在后厨骗出来的 那你说这个味道能有差别吗 但是在里面前骗的就可以多卖一倍的价钱 而且很多人说这个就是好吃 所以这种情调本身是有情绪价值的 那么理应呢是更贵一些啊 这是他的一个情况 第二个呢 他反差在哪呢 都是小门店 没有哪一个Manner咖啡 说我有一个巨大的门店 好多椅子 大家可以坐在那喝的 没有啊 都是小门脸 他成本要低一些 价格呢 比星巴克的那种第三空间肯定便宜 我又坐得很小资 很有情调 还便宜 有一个特定的人就会选择他 而且大家想他从哪来的 从上海静安来的 那调性他就如此吧 上海人呢 是比较喜欢追求这种手冲咖啡的调性的 其实我是对这个真的没那么大兴趣啊 比如说手冲咖啡啊 什么冰萃啊 什么这种东西 真的那么好喝吗 这个 我觉得都是用科技语狠活可以调出来的 那么另外一点 上海静安有什么特点 刚才我们讲特别贵 寸土寸金 所以呢 大家想 我要喝手冲咖啡 但是呢 我又不愿意为坐下来慢慢喝的这个空间付钱 他非常精准的抓到了这些人的这种需求 说那来咱们开了这样一家咖啡店 最终呢 他也卷入了价格战 现在呢 没哪儿咖啡也是开始有9块9啊 而且还有自带杯子 你如果自己带杯子可以减5块钱啊 这个纸杯还是挺贵的 你想那一个9块9的咖啡 减5块的话 4块9 而且还手冲这玩意多费劲啊 咖啡是也会很痛苦的 而且各种的优惠券 各种套餐 飞快的砸下来 这就是买点咖啡的一个状态 那么买点咖啡到底是怎么把店员逼到这样的一个状态 就是他的精神肯定是不正常 一定是巨大压力下才会干这种事 正常的人 你说我在做服务业 在这儿冲咖啡 而且大家想冲咖啡这件事还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文雅的事情 那怎么就能上来骂了脏话 然后上去挥拳就打 往人身上泼咖啡粉 就能干这样的事呢 所以一定是他的心理压力是有问题的 现在第一个最大的压力是竞争太激烈了 很多的咖啡连锁万店了 价格战彻底卷起来 他这9块9 人家说我原来是15到20块钱一杯 现在我也得跟人卷9块9去 而且头部品牌呢 其实已经完成了一步了 像瑞信现在已经把大部分城市都卷完了 开始在二三线城市展开加盟了 大家注意啊 所有这些咖啡连锁店 在大城市里都是直营的 只有到二三线城市才会开放加盟 他是不会在大城市里允许你加盟的 因为一旦加盟的话 你的服务品质就达不到了 这个事是从瑞信那里传下来的啊 只要大城市一律都是直营 现在的Manner咖啡才一千家店 还都在大城市 所以他现在一千家店全是直营店 那你跟剩下的一些咖啡品牌比 你咋比 你肯定打不过嘛 现在的瑞信也又重新站起来了 说我又准备到香港去上市了 我该交的罚款也交了 事都没有啊 库迪也是在跟瑞信竞争的这家啊 也还在垂死挣扎 Teams当时跟他一块拿到钱的这公司 已经上市了 星巴克其实大家比来比去 都是在跟星巴克比 星巴克在干嘛 星巴克也在开始卷9块9了 非常多的奶茶品牌 已经纷纷都上市了 而且都在做咖啡 这些奶茶品牌有很多 是有三万多家店的 这些才亿万家店了 对于像Manner咖啡来说 这个压力就很大了 以精品咖啡为核心调性的Manner 它必然是比较慢的 它不可能快了 你就光手冲咖啡这件事 我觉得一般人 你不训练训练 它是冲不出来的 你还要控制水温 控制浇水的状态 整个浇的过程 绝对比那个自动咖啡机 就整体咖啡机要慢的多 这是Manner咖啡自己的问题 那他怎么办呢 他就说 我通过一些严苛的规则 是不是可以在店员身上 把这个钱省出来 让我能够在竞争中继续往前走 那么他做了哪些严苛的规则呢 比如说一个Manner的咖啡店 如果日营销额在5000块钱以内 就只有一个店员 如果超过5000元了 可以有两个店员 就是你每天到底卖多少咖啡 就算是多的 可能一个Manner咖啡店 也就是一天卖到 可能六七千块钱 也不会更多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手冲的慢的 你还跟人卷9块9 还跟人搞各种各样的促销 而且他给的薪水非常低 正常的他说是5000块钱 但实际上从招聘平台上看到的 5月份Manner开出的平均薪资 是4236块 其实是很低的 你在上海 在北京这样的城市 一个年轻人学了半天 一个月给他开这点薪水 活得下去吗 而且还给这帮人 起了很高大上的名字 你们不叫咖啡小二 你们叫咖啡师 一个咖啡师呢 一天大概要做500杯咖啡 这个真的是比较痛苦 你想我要拿确钞咖啡 给人冲一下 这事呢 我觉得9块9 或者是几块钱 没什么毛病 或者说我跑到这个超市里头去 超市的咖啡是什么呢 超市的咖啡是自动的 买东西的人自助去打 比如说我要想喝冰美式 我是从冰箱里拿出一个冰杯来 然后搁在那儿 选冰美式 付好了钱 比如5块钱 6块钱 一按确认 咖啡就开始出 这个其实是比较省钱的 他这儿 自己还要装修店面 还要专门租地方 再小他也得装 还要培训雇佣一个咖啡师 还号称我这很有调性 还拿着摩卡壶 跟那慢慢出 还要跟人比9块9 那你说这玩意有多费劲 那你说一个人一天500杯 我慢慢做不就完了吗 千万别这么想 做咖啡店 它是有高峰时段的 高峰时段是必然排队 你想他一杯一杯 那是手冲 那你不排队等什么呢 他可能正常的上下班时间 午餐时间 晚餐时间 都是他的高峰时段 其他的时候可能没事干 在那待着 但是你在高峰时段 你就要快速的把这东西做出来 你想 而且大部分店就只有一个人 那这个投诉一定是非常多的 那投诉多了怎么办呢 很简单 投诉三次开除 因为所有迈那咖啡的员工 都是他招聘的正式员工 但是有三次投诉就开除了 所以现在甭管是这位男服务员 还是这位女服务员都在那喊 说你投诉啊 你投诉啊 我怕吗 其实对于他来说 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重的处罚了 三次就开除了 那么这两个案例都是怎么发生的呢 咱们先讲这个男服务员打人这个事 顾客呢 是自己带了个杯子啊 因为在从视频里看到 说最后我给你退单的时候 他把一个保温杯拿出来了 所以顾客自己带杯子 那么这个呢 就是他只能挣到可能几块钱 就绝对没有十块钱 但这个呢 对于他来说无所谓啊 为什么 因为他是员工啊 就是直营店 对于他来说 你到底是九块九的 还是卖掉了五块钱的 跟他一个月挣四五千块钱 都没有太大的关系 你只要是 没有任何其他的投诉 他就可以稳稳当当的 把这笔钱挣到手啊 第二个啊 他告知人家说 我要做手冲 是比较慢的 而且手冲一杯呢 大概要十分钟 你在前面还有三四单 做完这一单以后才轮到你 顾客呢 是等飞机啊 就很着急 站在那说 我等飞机啊 你前面告诉我 那个十分钟 我现在都等了十分钟了 怎么还没有呢 事情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事情 一个小店面啊 连坐的地方都没有 顾客只能站在这个台前的等 那这个咖啡师说 那这样吧 我给你退单吧 我实在没有办法 在你要求的时间内 给你做完了 那些顾客呢 就说那不行 我要投诉你啊 那咖啡师说 那你去投诉吧 我也没有任何办法 这个顾客呢 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把这个咖啡师惹急了呢 他开始反复的问这个店员的名字 说你的名字是什么 你要送你的名字 在很多的店里 咖啡师会带公牌 胸上有一个 胸前有一个牌子 上他有个号 你可以通过这个号来去 确认说 到底是谁带为我服务 你可以投诉他 没问题 第二个呢 有些店里头 直接把这个咖啡师的名字 写在围句上 上他有一个很大的名字 这样呢 可以方便你跟他打招呼 但是投诉呢 其实按道理说 是不需要这些东西的 为什么 因为你有订单嘛 有订单号的 你有店名 但是这个顾客呢就不行啊 我一定要问你叫什么 你必须得告诉我 你不告诉我就不行 上海人呢 本身也是相对来说 比较挑剔 比较矫情一点 上海人 我记得以前去上海的时候 上海人非常自豪的一点 说什么 上海出租车是全国服务市场 最好的出租车 为什么 他说上海人爱投诉 所以出租车司机都比较老实 不敢带你绕路 也不敢去骗人 所以一定是服务市场最好的 到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这个男服务员的心态就已经开始崩了 这个女的问他说 你的名字告诉我 我要投诉你啊 你把名字告诉我 这个男的在那喊什么 他说我在做手冲啊 你的订单已经取消了 这个事结束了 他在反复喊这个 让你去听那个声音就已经变了 你能感受到那种状态已经不对了 但是这个女士啊 这位顾客一点没敢去出来啊 你必须要告诉我你的名字 再怎么说就不行 其实名字对于很多人来说是很敏感的啊 任何人在被问到或者叫到名字 特别是全名的时候 都会觉得难受不舒服 都会觉得有冒犯的感觉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这个人说名字就这样了 你就去投诉我就完事了啊 反正投诉三次就开除 那个男的状态已经完全不对了 然后这个女顾客依然不依不饶 举起手机对着脸就拍 这个男咖啡师不乐意了 说你凭什么拍我 你侵犯我的交向权了 最终就开始啊 一开始还骂反复的骂 最后这个小伙子啊 很年轻一个小伙子 忍不住了 钻出了非常矮小的柜台 那个柜台小的简直是 他从里面钻出来的时候啊 柜台上的杯子都在晃 钻出来以后 逮着这个女的 打他 就是狠狠的打 这是这个男性咖啡师遇到的事情 这个女性咖啡师 他拿咖啡粉去泼人了 他呢遇到了一位顾客 也是一位上了年纪的女士 说我差十分钟上班了 我来点一杯咖啡 差十分钟就要迟到了 而且使用了优惠券 购买了一些相对廉价的咖啡 本来呢 他应该在店外面等待 因为他店里面的空间很小嘛 但是呢 这个很着急 就冲进店里了 要求快一些 里面这位叫做服务员呢 就说你这不是用优惠券买的这一单呢 可能这句话就刺激了这位顾客 不过明明是做了一个很有格调的事情 跟用不用优惠券有什么关系呢 就搞的就不行了啊 这个顾客的状态也不是很好 就开始不依不饶 我愿意买我就买 我就便宜我也要买啊 然后呢 说我要去投诉你 因为对于Manner咖啡的这个咖啡师来说 投诉是非常非常严重的出发 最后这个女性咖啡师就说那你去投诉吧 那这个事怎么办呢 大家都是不结束啊 就是真所以能够搞成这样 就是大家不愿意认为这事就完了 继续的相互口角 最后这位女咖啡师拿着咖啡粉 泼在了这个顾客的身上 但是那个顾客呢 也拿着咖啡粉泼在了这个女咖啡师身上 两个人都泼上了 最后还问他说你怎么不去道歉 说凭什么呀 不公平 他也泼了我一声 我也泼了他一声 凭什么我给他道歉 事情大概是这样的一个事情 首先呢要说顾客也不容易啊 甭管是说我上班了 还是我要赶飞机 最后差十分钟 想去奖励一下自己 想安慰一下自己 想给自己一杯 比较有格调的手冲咖啡 或者说是让咖啡融入到我的生活里去 这件事本身都没有错 不管是我上班迟到了 还是我赶飞机赶不上了 这个顾客自己的心态 肯定已经是在巨大的压力下 不是那么平衡了 所以他才会做出这种 刺激人家说 你到底叫什么 你一定要告诉我 举着手机在你面前拍一张 这样的这种不理智的行为 就顾客本身也不理智 而这个员工呢 本身也不理智 但是员工不理智 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什么 这都很年轻啊 就是甭管是这位男性咖啡师 还是最后扑人咖啡的这位女性咖啡师 都非常非常年轻 你要岁数大一些 35岁以上上有老下有小 没准脾气会好一点 年轻的小伙子小姑娘 在家里都是父母的宝贝 你到这来凭什么受这委屈 受这气 顾客的岁数呢 都不太小了 这两个都在喊 这个顾客叫阿姨 这个呢 其实也是现在社会的一种矛盾 是什么呢 就是精神绝术的老阿姨 或者是老大爷们 满街乱跑 在做各种重要的事情 颓废躺平 但是不时爆发的年轻人 在为他们提供一些服务 这是国内非常普遍的一个见像 其实现在日本也这样 就是很多精神绝朔的都是老阿姨和老大爷们 躺平了 不知道该干嘛 不定哪根筋搭错了 自己一下就爆发的就是年轻人 近期呢 这种不把人当人的事情呢 其实还不少啊 第一个就是最近也是非常热烈 非常火爆的南方医科大学 余力的这个事情 人家去给小孩做急救去了 啊 回来晚上课了29分钟 扣了2000块钱 通报批评 还是取消了全年的平优的机会 这个事情呢 到现在为止 都没有最终的结果 你说阿姨 你不应该救人 你应该回来给学生上课啊 还有人说 因为是给留学生上课 余力是可以用英文讲课的 对吧 儿科大夫 儿科主任医师啊 是印度留学生去举报的 是印度人好坏 其实我觉得啊 不要这么想这个事 对于留学生来说啊 他发现我的老师没有来上课 那么我去举报 这个事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他们也是一种相信制度 他认为制度应该可以把这事搞好 那我记得前一天看一个美剧 叫911啊 就是讲这个一帮消防员的事情 他里头有一段是什么 就是他的消防队长 看到有一个怀疑酒驾的人 非常不配合 说我要给你检查一下身体 然后这个医生上去 我给你检查一下 我说不许检查啊 我就怎么怎么样 就这样了 后来这个消防队长做了一个角色 说我们就不管他了 我们去救另外一拨人 结果呢 这个人就死掉了 然后上来调查 说是你下的命令啊 不检查这个人的 他其他的那个队员说 对是他下的命令 这个队长就说 我当时闻着他身上有酒味 然后就问其他队员 说你们闻到了吗 其他队员说我没闻到 当时那个队长就觉得被背叛了 说我都闻到了 你们为什么没有闻到 后来他的队员就问他 他说那你需要我在这个世界上 为你说谎吗 那个队长说不需要啊 我相信制度 我也相信我自己做的 东西没有错 你们也相信我做的决策是没错的 但是你不能在这个世界上 为我说谎 实际上是老外经常使用的 这种相信制度 相信规则的方式 他就这样 因为陷害我利益 我就去举报你 至于最后怎么处理 那是这个大的制度体系的问题 所以很多人说 这个印度留学生不好啊 这个不要想这个事 就是学校的整个的行政管理体系 出了问题 他说你必须要做这个处罚 要告诉大家说 我法度森严 哪怕死了人 你也得回来上课来 另外一个最近比较著名的 不把人当人的事是什么呢 是毅力牛奶 他让卡车司机把牛奶 送到他们的仓库里去 送到仓库以后呢 他们会根据有多少破损 直接从卡车司机的运费里扣钱 而且呢 卡车司机说 那既然破损了 你扣了钱 你是不是应该把破损的牛奶给我呢 而且他扣的很贵啊 比正式超市里卖的还贵 毅力说不行 我不能给你 我万一给你 你把它卖掉了怎么办 这个事是会损害毅力的品牌形象的 然后一帮人就说 你以为这个毅力超市里头卖的牛奶 就没有破损的吗 你不可以照样卖吗 每辆卡车司机进去都会被这样罚 而且他在检查的时候 卡车司机不能在旁边看着 就是我把后盖打开了以后 开始往外搬牛奶 到底有多少箱破损了 怎么样 卡车司机不知道 只是最后拿一单子 说你拿这个去交钱吧 罚完钱以后 他给你接车去 否则我就不给你接 实际上就是纯纯坑人吧 而且这个事特别恶心 是什么呢 就是被坑的这个卡车司机 其实每天都坑啊 但是有一个被欺负惨了 说我要曝光他 大家都开始说 我们同情你 我们来去抵制他的时候 伊利找他给了他笔钱 说你们都是传谣啊 我这没事了 他把剩下所有愿意帮助他的人 都给坑里头了 这些报道出来呢 其实还都是在沿海城市啊 或者是北上广深那种大城市 其他地方那些非沿海城市 内陆城市或内陆地区 这种事情一定会更多啊 只是他没有被报道出来而已 那么这个东西到底是谁错了 其实是在资本算法行政权威面前 必须要把个人利益压下去 我们不能去给你讲个人利益 一旦你啊 讲了个人利益了以后 其他队伍就不好带了啊 因为中国人一直在讲 就这样的一个东西 所以现在呢 也不是大干快上的时候了啊 每一个人呢 都希望像人一样被对待 这也是Manner Cafe 为什么搞了这样一出事 闪电门把人开掉了以后 被人直接骂出屎来 你有点担当没有 你为什么不保护自己的员工 那你说有没有处理的比较好的案例呢 也有 谁呢 胖东来 胖东来在2023年出过一次事情 什么呢 河南许昌一位顾客 跟胖东来的员工发生了争执 当时呢 胖东来呢 做了八页纸的处理的文件 说我们来怎么处理这个事情 视频也在网上传了 成立了调查组啊 也对这个事情进行了两次调查 第一次调查 他觉得顾客没有道理 他怎么处理的呢 给当事员工发了五百块钱 委屈奖 我奖励你一下 受委屈了 咱们毕竟服务行业嘛 咱们不能揪着顾客理论去 咱们自己受个委屈 咱们发点钱算了 第二次调查呢 他觉得哎呀 这个员工啊 也有有错的地方 那个员工呢 那我们处罚你一下吧 记过啊 这个没有说上来开除啊 记过 而且呢 因为视频发到网上去了 给员工造成了一定的精神压力和损失 给员工啊 发五千块钱的精神损失费 这是他的处理方式 而且呢 当场还有一些员工呢 主动的劝阻和安抚了顾客 勇于承担的责任啊 奖励五百块 这是胖东来的处理方式 管理人员啊 就是所有真正管事的人啊 全员降薪三个月 带着礼物和五百块钱的服务投诉奖 去上门给顾客道歉去了啊 说实在对不起啊 在我们没有得到好的体验 顾客呢 最后拒绝了五百元的奖励啊 我觉得顾客也还算是一个知书打理的人吧 或者讲懂事的一个人 胖东来自己就讲说员工满意了 顾客才能满意啊 毕竟做服务行业嘛 那顾客满意了呢 公司才能满意 最后三个人都得满意才行 你如果最后压榨员工 那压榨员工的脸吗 给谁看 只能给顾客看 那顾客不开心了 那你凭什么公司就能做好呢 Manner咖啡 这些被资本挑起来的人啊 就完全不理解这个想法 而且呢 胖东来也讲说 我们还是要让员工能够过上体面的生活 所以像他在河南许昌 最低的薪水是七千块 大部分的门店都可以高于八千块 刚才我们讲的Manner咖啡 给的四千多块钱的工资 那是在上海啊 你就想想这个差异有多大 国人呢 从来都没有那么尊重个人的权利 我比较喜欢的书是 尤瓦尔赫拉利写的 《人类简史三部曲》里的 他讲说人文主义 分三种啊 第一种是欧美玩的这种 叫自由人文主义 个人最强 第二种呢 是民族或者进化人文主义 实际上是纳粹 第三种呢 就是社会人文主义 就是咱们现在玩这个东西 要鼓励 为了大我牺牲小我 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 其实这个东西呢 咱们自古以来就这样 实事造英雄 而不是英雄造实事 离了张图库 还就能吃了带毛的猪了 就是这事离了谁都能赚 所以他对个人 是没有任何尊重的 要求个体为集体牺牲 要求去舍生取义 中国自古以来 就是这样的一种玩法 所以咱们现在要求的 很多主人翁意识 说你要把这当家 你怎么可以 为了自己就怎么怎么样呢 他其实要求的是 无私奉献 而且是单方面的 就是该你奉献的时候 你奉献 需要公司照顾你 需要公司保护你的时候 一点都没有 只要有人投诉 甭管谁有理 一律把你开除掉 这就是现在 他们在干的事情 那么总结一下 这个事到底谁对谁错 在这种压力下 出现这种事情 其实是正常的 而且会越来越多 为什么 因为崩溃往往只在一瞬间 顾客跟店员两边 其实都崩溃了 就不光是店员崩溃了 顾客状态其实也不对 为什么呢 因为顾客跟店员两个人 在当时这个状态下 都有巨大的压力 店员投诉三次就会开除 而顾客甭管是上班迟到 还是误了飞机的话 估计也是非常巨大的损失 最后甭管是殴打护殴 还是互相泼咖啡粉 最后就崩了 刚才我们讲的 Manner其实面临了巨大的压力 跟人竞争 还要卷价格站 最后呢 他觉得我只要是再挤一挤 还是可以往前走的 现在这个事是走不下去了 人是可以再压榨一下 但是呢 这条路的尽头是什么 就是钢丝会崩断的 现在呢 就是钢丝正在崩断的过程中 你想同一天 在上海同一个城市里头 能够发生了两次这样的事情 那你就想他基本上 也要压榨到极限了 从我们个人来说 我们应该怎么办啊 我觉得面对那些 为我们服务的人呢 还是要稍微的宽容一点点 否则的话 可能大家都会过得非常不愉快 你跟人先商量好了 说你做得出来 做不出来 算了 大家相互体谅 还能怎么办呢 你不体谅他 难道就能得到快乐吗 你也得不到 我记得有一次特别清楚 当时去饭馆吃饭 发现上菜上错了 有一个菜 我没有点上了 但是我点的那个菜 没有上上来 我就把这个服务员叫上来 我说你这个菜上错了 然后这个服务员说 不一定不是我上错了 一定是你点错了 他说我给你拿单据来啊 单据也是他手写的单据 说你看你就是这么 我当时就这么给你写的 但你说我怎么点的菜 然后你给我写 写错了 这也很正常 他不 我一定要证明这事是你错了 后来我说你为什么 一定要证明这事是我错了呢 这个事对你到底有什么好处 他跟我讲 他说如果这个事是他上错了 这道菜的钱是要从他公司里扣的 如果是我错了 是顾客错了 这个事情对于他来说 就没有任何责任 那我说那好吧 那这个事情就是我错了 虽然我很不开心啊 很不愉快 那你怎么办呢 他挣的钱肯定比我们还是要少很多 而且很辛苦 所有的规则制定的 对于他来说非常严苛 上错了菜 从他公司里扣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我吃错了一个菜 我反正也吃掉了嘛 做完了以后 没准我心情还能好一点 如果我这事跟他吵到底呢 没准他生气了 真的把一个盘子砸在我脸上 那我拿他也没什么办法 就算我事后 我再去什么告他 把他抓了 那我也是被盘子砸了一脸 这个真的没有任何意义 怎么说呢 就是一个相对生活好一点的人 跟这种生活差一些的人 去发生争执的时候 这个生活好一点的人 一定要礼让一些 原来有这么一个故事 说一个富人跟一个穷人 在独木桥上相遇的时候 必须要有一个人退让 那么富人一定会退让 为什么 那个穷人没什么可失去的了 那个富人如果掉下去的话 那这个人生就太可惜了 所以一定是富人 或者说你觉得你自己过得比别人好 就一定要谦让一点 这个是咱们一定要去记住的一点 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第一个故事